我们在前两节课里面给大家介绍过 曲线的使用方法 以及曲线调节白平衡的方法 然后在第二课里面 我们引入了蒙版图层的概念 然后结合曲线 结合蒙版和图层 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新的玩法 可以让照片变得更细腻 但是我们上一节课 其实在修图的时候有一个瓶颈 我们使用的是笔刷在蒙版上面擦 擦出我们所需要的选区 但这种选区往往是不精确的 我们用的笔刷有一定的语画 如果你语画太小的话 这个边缘又会太生硬 所以你就很难做一个精确的调整 一张好的照片往往是需要 大量的分区调色 所以我们也需要选区工具 来完成这个目标 所以我们今天这节课 将给大家介绍几种 在photoshop里面常用的 做选区的方式 也会简单的介绍一下 分区调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让我们进入photoshop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是一台车 不是说好了挑人像的吗 怎么挑车呢 因为车是一个几何体 用来做示范 非常的合适 然后选区的工具 有这些是固定形状的选区工具 这有套锁工具 但是套锁工具的话 你如果使用的话 你会发现 好像我控制不住 我的麒麟臂 弱着鼠标的手微微颤抖 这个选区就非常糟糕 可以看到这个选区 跟这个车的边缘 完全没有太大的关系 这是一种非常不精确的选区的方式 你可以去用它 你可以去移动它 你可以去调节它的形状 但是它不是很精确 后面有多边形套组工具 对于几何体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比如说你像 像这一块区 我们可以用多边形工具 来进行选择 但你会发现 A柱这里实际上有一些弧线 你选完了以后 也不会特别的完美 纯粹的直线 在照片中是非常难找到的 比如说楼房建筑 这些是有非常纯粹的 这种直线竖线 这种几合体 但是像这种车上面 这个工具也不是特别的好用 你选完了以后 你会发现 其实效果并不是特别灵强 有地方没有选到 有地方选多了 有地方选的过度特别生硬 那么像这种情况 我们来观察这张图 这张图的前景和背景 实际上差别还是挺大的 所以我们可以考虑一下 用自动选择工具 这里有一个模棒工具 是非常常用的工具 点一下 它会把一个范围选出来 如果你把容差调小的话 它选的范围也会小 容差调大的话 它选的范围就会更大 可以看到 这里我用小点的容差 比如说10 我来慢慢的按住shift键 一次一次的增加选区 一次一次的增加选区 然后慢慢的把这个外围给它选出来 可以看到 这有些地方还是不够完美的 我们还可以按住shift键 进一步去选择 但是这个方法似乎太慢了 有没有更高效的办法呢 当然有了 就是快速选择工具 快速选择工具 只要按住拖动就可以了 它会自动寻找边缘 但是快速选择工具 它不是一个很精确的选区工具 它可以说你比这个首选的方式要快 是最快的一种方式 但是它也是比较不精确的一种方式 如果你觉得选多了 可以把按住alt键把它反选掉 比如说这个尾翼把它翻选出来 然后你会发现 还有些地方选的不完美的 怎么办呢 你只能用多种工具去组合使用了 比如说你可以先用这个快速选择工具 把大范围的好选的地方选出来 然后还有模棒工具 把这些区域给选出来 那这个缝隙里面的区域 这里用快速选择工具不是特别方便 然后像这种边缘怎么办呢 可以用这个多边型套索工具 按住alt键 我们现在要减少选区 如果它有一定弧度的话 我觉得你可能需要多点几次 你点的次数越多 它的这个弧度就看起来越和谐 过度越好 好这里选了 差不多把这个顶部给它稍微完善了一下 然后我们需要像这块区域 如果你手稳的话 也可以考虑使用套索工具 按住auto键 auto键和shift键这两个键啊 可以反复的交替使用来完善你的选区 比如这里选少了 按住shift键增加一点 这里也是一样 增加一点选区 那么选区做完了就完了吗 这个选区实际上还是一个不太完善的选区 因为可以看到这个车的边缘实际上不是那么的清晰 它有一定的语化的范围有点模糊 分辨率不是特别的高 其实所有的照片 它的边缘都不可能百分之百是非常锐利的 而且这个选区 如果你不做任何调整的话 它一定是百分之百锐利的 你这时候可以右键选择语化 然后再调整语化半径 可大可小 根据你对这个边缘的语化程度来判断 比如说这里我觉得1.8差不多 甚至可以更高一点 但是有更高级的工具 我建议大家使用这个工具 不要用右键这个工具 这个是选择并遮住 这个是选择并遮住 你这里可以调节语化 还可以调节平滑 它平滑的话会让那些有锯齿的地方稍微好一些 尤其是你在用这个自动选择工具的时候 会产生很多边缘的锯齿 然后这里语化稍微加一点 我觉得1.9差不多 还有个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移动边缘 移动边缘就是你可以让这个选区往外扩散 也可以让这个选区往里收缩 而这张图我觉得应该让它往外扩散一点 因为我的选区是选这个空白区域 对吧 然后我如果让它往外扩散的话 就会 它的选区会往车体里面延伸一点 好 点击确定 这个选区做完了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当时调色了 咱们不说好了调色课吗 做完选区 比如说我们建一个曲线 可以看到就自动生成了一个蒙版 这个蒙版有点不完善的地方 你还可以拿出黑色的画笔 把它给稍微完善一下 然后我们就可以调节环境的明亮了 比方说现在我觉得环境太亮了 我可以把它调暗一点 但同时它不会影响到车身 可以搞点酷酷的效果出来 你如果觉得环境太暗了 你可以把它调亮一点 就变成了一张淘宝图 这里我把它调暗一点 看看效果 但记得你在调环境明暗的时候 主体是不可能完全不受影响的 所以我建议咱们做好了选区以后 在做好调色之后 还是要考虑一下两者之间的融合 不管你的边缘选得再好 两者之间的明度 没有很好融合在一起的话 没有一个很好的过渡的话 它同样不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选区 我现在把环境压暗了 但是明显车一点太亮了 甚至有点有点跳出这个画面的感觉 所以这边像这种背光面 我觉得可以拿出白色的画笔 稍微小一点 画笔做大一点 然后在这个蒙板上面擦涂 把这块车的这一块涂成 涂黑一点 看到没有 我们来看观察这个蒙板 就让车的背光面的一部分更暗一些 这样的话 这个图就融合的会更好一些 甚至下部分也可以让它稍微再暗一些 那么这个就是蒙板在修图上的一个最基本的用法 做好选区 然后在选区里调色 当然像这张图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案例 我们做的手法也是比较简单 只是做了一个选区 然后把它压暗 但是在实际在修人像的时候会稍微麻烦一点 因为人像它不会有很锋利的边缘 也不是几合体 你很多工具不能去使用 那么我们该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呢 我们来看这张图 这张图一眼看过去很漂亮 很清新 该有的细节都有 但是我觉得它的层次感有点弱 为什么说层次感有点弱 因为跟刚才这张图一样 你想想如果我把这个车相对来说 它是一个比较暗的车 对吧 亮度比较暗 相对背景来说 如果我把背景调暗了 比如说背景再调暗点 我把背景调暗了以后 这个车相对来说就不会那么突出 跟之前相比 之前是亮的 车非常的突出 现在暗了一点 车就没有刚才那么突出 虽然因为红色还是比较显眼的 但是这张图上就比较能说明问题 因为人物的明度和环境的明度 几乎保持一致 尤其是和背景天空的明度 几乎保持一致 这个情况就会让人物感觉不是那么突出 一般来说远处如果足够亮的话 那么近处就应该相对暗一些 因为这是逆光环境 对不对 远处光照过来 那么近处背光面会暗一些 那同理 如果远处是比较暗的话 近处如果亮一些的话 主体亮一些的话 它会在画面中看起来更突出 当然这还是有一个度需要大家去把握的 我们现在来用刚才的方式做下调整 我们各种工具都试一下 看那种就最好 比如说 这个魔棒 按住shift的键来选人物 然后你会发现选到头发的时候 你简直人都要爆炸 因为头发它的变化 它的纹理变化 它的光影和色彩变化都太大了 你这个按住shift的键要一直 一直点下去 就非常吃力 你可以调节容差 是的 可以调节容差 这时候会选的更快一些 但是如果你一不小心点没点好的话 你看发现 哎呀糟糕 草地怎么都比选长 所以这个 魔棒工具 很显然是完全不够应付这个场场合的 我们试下快速选择工具 哎 头发选的好 群体选的好 不错 你看快速选择工具 在找边缘的这个上面是非常好用的 甚至有时候 我觉得它比这个磁性套索工具还要来的快 磁性套索工具 你可以手动去控制进行调节 但是我觉得它在找边缘的能力上 还是好像不如这个快速选择工具 然后这块怎么办呢 你可以用快速选择工具把它反选掉 按住out键把它反选掉 也可以用这个我们刚才说的 魔棒工具 按住out键把它反选掉 魔棒明显更快一些 然后就是最后一个部分 腿部 很显然魔棒还是不能胜任 我们把容差调小一点看看效果 还是不行 它就会选到草地上 这个没办法 好这里我们来试一下 另外一个磁性套索工具 刚才没有介绍的 磁性套索工具也是 有边缘的时候 它非常好用 边缘模糊的时候非常不好用 你看下面 边缘开始模糊了以后 它就开始找不到路径了 我们简单的把这个腿圈出来 好这里应该跟刚才的选区 融合在一起按住shift键 重新选一遍 先选一个差不多 然后我们待会再来金条 好现在选到这个程度 差不多 人物锐利边缘的区域都已经选出来了 那么接下来我就需要拿出套索工具 来进行一下金条 按住shift键 把这里稍微完善一下 当然如果你要做抠图的话 我建议这些工具 一定要慎用 因为他们的选区都不是特别的精确 精确的选区是什么 是刚比 当然这个不是在我们这节课的讨论范围之内 如果你想对刚比有一些了解的话 可以看一下我之前的一节 讲这个七十后期的一个课程 一些公开课 一个多小时 我相信你的钢比会有一个非常好的把握 这里是调色的话 其实你的选区不需要做得非常精确 我今天在这里给他做示范的时候 其实已经做得有点过于精确了 一般来说差不多就可以了 调色的选区容错率还是比较高的 像这些没有选好地方把它圈出来选进去 好 现在差不多选的差不多了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进行明暗的调节 我希望人物能稍微暗一些 人物如果暗一些的话 它的质感会更好一些 然后整体的环境的 这个环境人像的这个层次感会更强一些 这个曲线 如果你直接把它拉按的话 你会发现 人物好奇怪哦 一定要把握这个度 曲线你一方面要调中间区域 也要调最上面这个区域 我觉得压到这个程度差不多了 如果再按的话就有点 违反常规了是不是 就有点太奇怪了 拉到这个按这个明度可以说是人物能够凸显出来 但是我们发现这个问题 人物皮变黑了 对不对 皮肤就没有刚才那么通透 你看刚才特别通透 虽然质感强 但皮肤不够通透了 待会我们再来调节这个问题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你看这个人物跟地面接触的地方非常的奇怪 对不对 这个也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然后还有头发上的这些bug 也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那么接下来我们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 同样还是在同一个图层操作 拿出画笔 这时候我们再利用我们上节课学的东西 让这个过渡做的更好一些 比如说人物暗了 草地当然它也得暗了 那么我们拿出白色的画笔 不透明度可以降低一些条23 然后在这里插图 然后在大小画不同的画笔都 切换一下 这样的话它这个渐变会更好一些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基本上已经看不出刚才的很难看的边缘了 因为草地整体也进行了压暗 我们可以借助这个图层再把近处稍微压暗一些 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个边缘已经不见了 对不对 头发也是一样 头发其实我不需要它到处都这么暗 对不对 我用黑色的画笔 把它稍微边缘这块地方擦亮一些 让它和天空融合的更好一些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块很生硬的边缘基本上看不见了 所以不用太担心头发没有选好 你只要把过渡做好的话 它融合的会非常棒的 咱们主要是为了调色 对吧 不是为了扣图 然后你会发现这个人物的胳膊这一块 也有点选择不太好的地方 咱们同样也是把它稍微拿黑色的画笔 把它过渡做好 在同时的在做过渡的这个同时 其实也可以让这个人物边缘呈现出明暗的变化 因为咱们毕竟是逆光拍摄 逆光拍摄的话 给它做一点靠近光源方向的这种渐变 这种光的渲染这种感觉 会让一个是让皮肤更通透一些 二个是让人物的立体感更强一些 有渐变的地方 立体感一般都很强 裙子也是一样 可以稍微处理一下 手臂这些区域 这样它皮肤也恢复了一定的通透感 然后裙子靠近阳光的方向也稍微把它擦掉一些 让它亮一些 我们来对比一下 这之前人物的层次不是很明显 这之后人物的层次草地的层次变得非常的明显了 然后这个人物也保持了一定的皮肤的亮度 一定的光泽 好 那么我们还可以继续把这个进处稍微修补一下 我觉得进处还是太亮了 Ctrl i 反转一下 拿出白色画笔 大一些 把进处稍微压暗一些 这样它跟远处的天空也会产生很大的反差 那么如果你想再进一步调节天空的话 其实很简单 因为你已经把人物选区做好了 你只要按住Ctrl键点击蒙版 它会把刚才的选区重新 在画面上呈现出来 然后我们再建立一个新的曲线 然后Ctrl i 反转一下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蒙版范围 实际上就是除了人物以外的范围对吧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进行对天空的调节 如果你觉得天空太亮 细节太少的话 你可以把它稍微压暗一些 当然压太暗了 就会有点违和 一定要注意这个度 一定要把握好这个度 然后我觉得这个皮肤的范围内 我不太希望皮肤太暗 我就可以把这块体量 把天空压暗下来一点点 还是有点效果的 好了 那么结合我们之前两节课的内容 再加上今天的选区内容 我希望大家已经能够很好的掌握 就是分区调色这一个技巧 当然这个技巧在风景上的应用 比在人像上的应用更多一些 但是如果你是个人像摄影师的话 我觉得这个技能也是一个必备技能 总而言之 希望大家在这一节课也有所收获 咱们下一节课将讲一个 Photoshop里面非常强大的调色工具 就是色相饱和度 这个工具往往被很多人忽略 大家都很喜欢用科学颜色 而忽略这个色相饱和度 实际上色相饱和度是调色利器 它可以改变画面中任何一个颜色 只要你有针对性的去调节就好 而且它调节的范围特别的大 那么如果你对这个感兴趣的话 可以期待一下我们下一周的这节课的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周再见